苗栗县积极推展鳗鱼海岸 但是沿海提岸和步道却崩塌严重 苗栗县议员叶中伦就忧心会影响观光发展 此外竹南地区住宅建案兴盛 但是已发生施工流失地基的情况 忧心出现天坑 也提醒县政府单位严密监控 苗栗县政府推展鳗鱼海岸 假日之森更是全台知名冲浪胜地 月前刚风光成立海洋创客学校 同时还有规划绿光海风自行车道 但是先议员叶中伦总执行出示的 基地附近照片指出 其实此处飘杀地基流失问题严重 提醒相关单位重视 我们从海边看上去的时候 其实这个海洋青壮基地是岌岌可危的 其实我们可以看这个前面已崩塌这个观哨台 在半年前我看的时候 它还是一个观哨台 但是现在的状况是它已经崩塌了 目前我们这一段的海岸 它是属于二级侵蚀的海岸 它主要是因为后续的沙原来源不足 那会造成这个沙原南北移动的一个侵蚀情况 原则上我们基本上像我们刚刚前面的图案 我们在立官海风自行车道 侵蚀的那一段 我们用了抛石跟这个方龙的方式去做 然后丢了一些小波块去做 那基本上它有一些稳定的状况在那边 叶中龙关心海岸观光发展的长远规划 提醒县府相关单位应该尽速来设法展开固杀 与加固提案的工程 另外龙凤鱼港规划设立第二处钓鱼平台 也建议农业处应该规划钓客与渔民作业 和平相处的相关配套机制 才不会破坏鱼港开放钓鱼的美意 另外竹南地区也是苗栗县新兴城市 多项建筑建案进行 但是去年12月刚发生过 谈防意外的建筑工地 近来大雨又有谈防迹象 担心上演天坑事件 马路跟挂带人的水利构 也被掏空然后攻堂 再来就是旁边一家这样的民宅 开始产生一些军业的状况 它已经不是一次性的发生 它是多次连续 那其实周遭的民宅 其实也很害怕 它一个民宅的损坏的部分 现在还在做评估 它整个渗水的问题 它要去解决和厘清 所以就继续挖 可能就真的就更有掏空的现象 刚刚提到检讨报告的部分 就是我们勒令它停工 它就必须提出整个检讨报告 然后我们主管机关核定以后 当然这期间都会会同 可能我们的建筑师工会的建筑师 一起到现场去做砍验 砍验结果如果没有问题 我们才会被查 同意它再继续施工 此外关心地方学子上下学安全 叶中仑也建议 跨局处盘点通学步道 与交通改善计划 并沿拟成立专业受训的 导户志工指挥 才能因应现在复杂的交通环境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